来问一下我们的一辉老师 您对于3000点的观点 会不会迫是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目前来讲 如果说指数到达3000点 或者说现在其实已经是面临到 3000点这个区域了 那就是一个机会 而不是一个考虑风险 要知道一下 基本上往往市场的反弹 有一些逻辑 什么逻辑呢 首先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在政策的利好消息情况下 连续形成一个拉长 其实从2635点到3174点 就属于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情绪叠加上政策 叠加上资金再叠加上市场的板块轮动 连续形成一个上限 那么目前就是进入到第二阶段 我们在前期多次强调过 是从之前的预期到现实的阶段 那什么是现实呢 比如说整体的一些政策落地之后的效果 这是其二 我们要看一些相应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在上一周 我们看到有部分的数据其实不具预期 但是也有好的数据 比如说五月份 我们看到制造业的PMI数据 和服务业的PMI数据 其实双双都在50以上 而且创出了近期的新高 这其实也代表什么 经济形成一个稳步的一个上行 这就是有预期的 以及我们其实在本周也要关注一下 6月12号 6月13号公布的CPI数据 PPI数据 还有我们所说的涉容数据 这会不会验证整体而言 假设是一个弱现实的情况下 那么好 其实强政策就会出台 这一点投资要非常清楚 所以说第一阶段过去之后 第二阶段 那么往往是属于什么 是验证数据 而从整个市场的一个轮动节奏 发现没有 每一轮行情的下跌的末尾 往往是什么 权重是最后补跌的 尤其是一些既优股 对不对 今天我们看到不仅是茅台 对不对 包括我们看到凝王 今天形成什么 一个重挫 包括我们看到石油石化板块 银行板块也是下跌 这些其实现象都代表的是什么 整体行情是一个下跌的末端 我在一开盘之前 就是在今天早上 我看了一下这个盘面 完了 我一看什么 四个字 股市已死 这股市已死 这最早是谁说的呢 是在1979年的时候 在商业周刊 就说美国 美国的那时候股市的 市盈率仅仅是七倍 但是整个市场是天天下跌 然后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就四个字 股市已死 我这一看 完了 股市已死 又要面临3000点的保卫战了 但真的是死了呢 是不是 就是在这里面 有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就是这些价值投资者 其实是什么 是提前进场 是在九倍市盈率的时候 提前进场 然后呢 结果跌到七倍了 那么好 有的人就开始问他 问他们价值投资者 说哎 你们不是说是一个价值投资者 怎么 我现在又亏了30%了 怎么办呀 结果不停在解释 所以说目前讲话 我们发现没有 不管是短线的 五天之内买的 六天之内买的 十天之内买的 所有人全亏损 那是不是股市一字 是不是现在价值投资者 包括短线的一些风险偏好投资者 包括一些 我们看到的一些 油资啊 保险资金啊 等等的这些 都已经死掉了 或者说都已经 现在对市场绝望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低点 尤其3000点 我们在上一周 也重点强调的是什么 3000点这个位置是 政策出台的 集中的时间节点 而且是国家队 就从2035点 拉到3000点 所以说我们 现在基本上能够确定什么 3000点如果说 这个位置到了 到了之后 好了 立马可能会出政策 这是七七二 六月十九号 要开会吧 陆家嘴会议 那么好 开着会 您告诉我3000点了 让股民全死了 那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说告诉大家啊 就是目前从行情的末段来讲 从行情的现象来讲 就是什么 是杀估值 杀一些大权重白马 这个就是一个下跌的末段 每一段都是这样的 回头看吧 是不是这样的 今天的毛子 今天的凝王 下跌就是一种特征 包括十二碗块 下跌 这就是下跌末段 我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伙都哀声 哀嚎遍野 大家伙都一看市场 哀鸿遍野的时候 对不对 哀嚎一遍 那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低跌 所以说吧 市场的这个位置 什么时候见底 其实等待信号 什么信号 第一个政策信号 第二个等待的是什么 如果说整个市场的风向 开始变化了 由一个极低的冰点 转为一个极热点 我们之前看很多书 都是什么 钟摆嘛 对吧 由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 现在就是冰点的极端 已经接近了 好了 就等着到这个另外一个极端 那这个极端 就是政策的催化 资金的催化 以及市场转向的催化 我们相应的监管层 能看不到 现在指数跌成这样吗 肯定看得见 所以说 放心 指数有底 时刻关注我们MBM 正线服务频道 今天其实对于指数来讲 对于行情来讲 其实就是什么 权重拆台 这个小盘不跌 这个位置就下跌末段 就这个意思 对于行情来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